好 接著來看到這一期 網路台版柬埔寨2.0的詐騙集團 其實背後的分工非常的細膩 包括他們稱呼彼此之間 是用代號而且採分層的控管 還設下了多道的斷點 來讓警方不易查獲 而這個嫌犯呢 其實透過網路真材 把人騙來之後 不只拿走了他們的存折 限制行動 還軟禁被害人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要他們上網用投資或愛情等文章 來詐騙更多人 也是因為被害人沒有辦法報警 導致所有被害人的帳戶 都還沒有被視為警示的帳戶 現在警方懷疑呢 可能還有窮監的被害人的據點 還沒有找到 回想起被控制的過程 心有餘悸 這些被害人 只是為了多賺點錢 沒想到卻陷入詐騙連獄 看著被害人缺錢 集團打出更高額的網路真材條件 用高薪五到二十萬和小額借貸 吸引許多急需用錢的民眾應徵 但去旅館面試完交出存折和證件後 馬上就會被帶往據點囚禁虐待 由八名嫌犯仔細看守 接著將被害人的錢轉到A帳戶 再迅速移往其他海灣人同帳戶 為了避免被凍結 嫌犯便把人關在房間 用手銬和下藥控制行為 詐騙集團复制柬埔寨員趨勢管理 但這裡畢竟是臺灣 就怕他們有意逃跑 因此管理手段更加兇殘 不只騙人頭賬戶 更要求被害人繼續在網路上假投資或愛情 詐騙 也因為被騙的人不覺得被騙 遲遲沒有報警 這些人被關了一個月 都還沒被列為警示帳戶 持續結構這詐騙集團背後 發現層層分工 只有幹部會認識彼此 這次也是因為家屬報案 才追出整起詐騙集團的龐大犯罪行為 更從帶水被害人口中 知道桃園還有據點 隨著柬埔寨詐騙集團示威 詐團另起爐灶改在臺灣射點 就怕成為新型犯罪模式 警方不敢大意持續掃蕩 要追出背後強勁人到底是誰 還是新聞也因為那